这节课我们写的代码呢 在这里面我们看router.ts里面 也就是老的这个代码里面 有一个post类型这样的一个路由 我这节课呢 想把这种类型的路由 也迁移到我新的这种代码结构里面来 那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首先打开logincontroller.ts这个文件 在里面呢 我也要创建一个一致的这样的路由方法 只不过这里我改成一个什么呀 叫做login对吧 当然它也不是get类型 应该是一个post类型的请求 这块方法名字我们也改成login 那逻辑呢 我们就把router.ts这块代码里的逻辑拿过来 我取消一下注释 复制一份 然后粘贴到我的这个方法里面来 保存一下 接着这块代码我们就做了迁移 就可以删除掉了 好 只不过迁移过来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它会爆错 提示post这个装饰器不存在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装饰器里面 去引入一个post类型的装饰器 就这里啊 我先去引一下它 当然引它的时候它会提示 decorator.ts这个文件里面 并不存在post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那我就仿照get来去写这样的一个post类型的装饰器 如果只是这么写 大家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啊 实际上一定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get和post现在是一致的 都是往这个方法上面添加了一个叫做pass的原数据 那外层的装饰器controller 只要得到pass这个原数据的时候 它就会生成一条get这样的路由信息 而我们现在你post要生成的这个路由 并不能是get 而应该是poster这样的路由 大家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啊 我们可以让这种装饰器 不仅去存一个pass 同时还去存一个method 它存到哪里去呢 也是存到这里 method的值 我应该给它一个get 好 存储的地方依然是target key 也就是这个方法上面 下面呢 我存一个method的post过去 可以 那么在上面这个外层的controller里面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pass 同样也可以获取到method 这块我写成 messor 然后这块我做一个判断 如果pass存在 而且messor的存在 而且handler存在 更严谨一些 然后我们调用 router.r 但是方法名字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你传过来的这个方法的名字 然后后面跟一个pass和handler 这样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它会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它会提示你router应该传入内容 不能是一个any的类型 因为method 你要么是get这样的方法 要么是post 要么是put这样的标准的请求的格式 而如果你直接传一个method method呢 现在它的类型推断 你可以看它是一个any类型 那么当你往这个路由里面 穿一个any类型的时候 它就会报这个错误 那解决的方法 现在也很简单 我可以在这里 去定一个num 我们定一个messor 这样的枚举类型 里面get 让它的值等于get post 让它的值等于post OK 这块应该使得好对吧 它的意思就是 我定义了一个枚举类型 里面会有get 会有post 对应的值是get和post 那么这块 我们就可以给method 让它显示的 变成一个类型 变成method的这个类型 这下面就不会再爆错了 保存一下 改良完我们的代码 我们这个时候运行一下 npm run DV回车 OK 代码启动起来 我们到浏览器上来看一下 我们回到首页 刷新啊 我们进入这个登录啊 怎么登录呢 怎么去执行刚才我们的这个post方法啊 是不是我密码填成123就可以了 我这里填123登录 登录成功了 那我回到首页 我刷新一下 确实处于一个登录状态 我再退出 好 再回到首页 刷新一下 诶 确实又退出了 所以现在登录退出 以及首页的内容 我们都迁移到了新的代码结构之中 也没有报任何的错误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啊 打开我们的decorator.ts这个文件 我们往下翻 像get和post这两个方法 其实大家看啊 如果未来我还有这种 其他的潜逐方式 比如说delete 比如说put这样的潜逐方式 那么你是不是每一个都要复制出来一个 比如说我复制出一个delete 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然后下面呢 我就要怎么去写了呢 这块就写成一个delete 对吧 它这块会报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delete和我们原有的这个关键词啊 是有重复的 那我们改成一个put 这块写成一个put 也就是你要加很多这样的非常类似的方法进来 是不是很麻烦了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解决 我们定一个工厂来生成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定一个function 叫get request 你传递一个stringing 它干什么呢 它帮你return一个里面这样的函数出去 结果里面这个函数 我没必要给它一个这样的名字了 我就是随便啊 就是一个匿名函数 这块呢 你传进来的这个master的是什么呀 就不再是get这个固定死的东西 而是一个tap 好 那么刚才我是导出一个get这样的装饰器 现在我怎么导出去它呀 我就export const get 等于request decorator 然后传一个get进去 同样的下面这个post我也不用这么导出了 我们这里是一个post 这块写成post 然后呢 如果我想增加一个put这样的请求方式 或者请求的装饰器 我直接在这里写一个put put delete也是一样 我增加一行 del 这块写一个delete 也是一样的 当我写了这么多之后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再刷新页面 123提交登录成功 回到首页刷新退出 再回到首页刷新 OK 整个功能还是通的 你可以发现通过这样的一个get request decorator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大量的节约我们未来的代码量了 OK 那么这节课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其实就是如何通过定义一个method 然后去解决我们get和post请求 对应的路由生成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写完之后 我们现在不管是get的请求 还是我们的post的请求 都把向上的代码 嵌移到新的代码结构下了 OK 那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Hell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